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不禁让我感叹 古有吴三桂冲冠一怒魏红颜 现有个欧中生小王课金冲卡魏女补 为了解事情的全貌 可代表在网络上好好地调查了一番 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刚刚结束高考的小王 是远近闻名的小开 虽不是手握拦波基尼风向盘 却也是随随便便地拿出几十万的十七岁少年 原本小王的父母希望他能去国外干一番大事业 没想到从踏进女仆桌游店的那一刻 人生改变了 一走进女仆桌游店的大门 温柔的女生便传入少年耳朵 欢迎主人回家 少年自觉心神荡漾 随即看了看自己卡里的鱼鸽 迈着自信的步伐走进了桌游店 众所周知 宅男愿意去女仆桌游店消费 可不是冲着桌游 而是不同类型的女仆 一般情况下入场就有入场费 但通常不会超过200元 还算平民宅男能够接受的价格 只需要200元 即可欣赏的JK女婆 古风女婆等等 各种赏心悦目的小姐姐 小王一合计觉得不亏 拿出手机付了款 走进桌游店内 紧接着又是第二轮付费 场地费一般分为大厅和包间 包间比较贵 大概在400元一小时左右 小王作为一个公子哥 哪能做大厅呢 随即就选了豪华包间 据统计 大多数的客户通常都喜欢包一个小包间 便宜 但私密性也有的 豪华包间与小包的区别 主要是空间大小的问题 毕竟女婆店并不会装修的金币辉煌 够二次元风就行了 既然是桌游店 就一定有很多娱乐项目 女婆一般负责和客人聊天 或者玩桌游 高端一点的店铺 则会让女婆和客人一起玩PS4的 大家想象中 那种带颜色的游戏是不可能的 每家正规的女婆桌游店都有严格的规定 如果客人有什么非分之想 都会被立刻逮捕 帮忙做作业也是不可能的 小王不差钱 一口气直接点了四名打扮不同的女婆一起玩 根据店家所说 四名女婆和小王一起玩了十小时桌游 期间 小王觉得玩桌游凸显不出自己的彩礼 还给女婆打赏了两万元 此外 为了得到其中三人的微信 还额外花了六千元 没错想要微信拿钱吧你 当然每一个添加了女婆微信的宅男 都想约会女婆 如果你想约会女婆 请额外充钱 起码达到两万元才游戏 而且 为了保证女婆的人身安全 约会并不是想去哪就去哪 通常都是店家规定的地方 比如某家咖啡厅等等 大部分宅男 既没有钱课金 又色胆包天 总想要女婆小姐姐的宅男 则会遭受无情的打压 据网友爆料称 普通宅男通常在微信上说十句 才有可能得到一句的回应 总之 一个合格的女婆总是对宅男们忽冷忽热 让他们对其又爱又恨欲罢不能 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为了让这些宅男再次到店里消费 听起来 是不是很鸡贼呢 实际上也只是一种商业策略罢了 从法律的意义上讲 女婆可没有任何义务回应宅男们的消息 最后小王玩到女不定快打烊了 再回家 过了几天 父母发现小王穿的鞋十分炫苦 询问后 得值竟然要三万多元 随后父母发现银行卡的钱提不出来了 一查账单惊掉了下巴 好家伙 小王把留学一年的学费 128多万元都用掉了 打印近三个月的流水 发现足足有四五十页 都有一本书的厚度了 其中有去按摩店办卡 酒吧蹦地 女不定客心 购买奢侈品 买男孩最爱的AJ篮球鞋 其中还有在女不定内的7.2万消费 总的来说 这7.2万 包括十小时桌游 以及自己花的打赏 和三个女婆的微信 仔细想一想 其实也挺合理的 毕竟每一笔开支都是文明规定 愿者上钩 并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但是小王的父母可不服气 他们认为 小王还是未成年 商家让未成年消费就是不合法的 一哭二闹三上吊 小王的父母利用舆论造势 最终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 商家还是归还了对应的款项 而这还仅仅是一家女不住邮厅 王先生还想要讨要回来别的款项 还要跟别的酒吧 KTV进行交涉才行 毕竟王先生打印出来的银行账单 都有数十页之多 那么如果不仔细了解事情全貌 大部分吃乖群众都会认为 少年豪制女不定几十万 对此 店长也很冤的说 自己女不见所有营业执照都是齐全的 而且所有消费均是明码标价 没有强制消费和诱导消费 这一说 游戏项目由消费者自愿选择 选择女不的数量也是自己决定 虽然打赏一位女不是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顾客也可以选择不打赏 但是最终店长秉持着人本主义的精神 还是把所有钱都退回 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孩子家长跟商家可能都不觉得自身有问题 可是其实这三方都是有问题的 首先是孩子 虽然是未成年 可是毕竟已经是一个要步入大学的学生了 本身应该有一定的判别是非取值的标准 然而他却消费无度 没有任何节制 其实事情发生了 还有一定的好处 这比方要是等他留学之后再挥霍出去 那可能更麻烦 家长方面则是缺乏对孩子的监管和教育 没有尽到自己作为家长的义务 孩子开始挥霍这笔钱 是从七月就开始的 而家长则一直等到八月底才发现 后知后觉造成损失也应该承担对应的一部分责任 而且从孩子挥霍的情况来看 家庭教育的是非取值观念是缺失的 同时自觉委屈的商家也并不是那么委屈 尤其是看女服主题的桌游厅 或者餐厅的商家 都要注意未成年人的问题 一般这个年纪的消费群体花的都是家里的钱 可是他们的钱来源却不一定是家长给的 孩子愿意消费可是家长不愿意 最终这个钱还是要还回去 而受到损失的还是商家自己 而同样类似的事情 在中国可真就是屡屡出现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新疆一位妈妈突然发现自己卡中的四十多万元居然不翼而飞了 于是联盟展开调查 最后发现这笔积蓄居然是被自己年仅十一岁的大儿子小妮全给拿来买游戏账号了 当时因为当地疫情关系 一家人都在家中隔离 孩子在家学习 作业什么的都是在手机上操作 她妈妈那时正好在生二胎 精力主要放在了老二身上 所以她能够比较自由的使用手机 舅舅告诉媒体 小妮学习成绩其实不错 平常家里人允许她在完成作业的情况下 适当玩一下手机 我们都知道她喜欢打游戏 也常常提醒她不能乱买什么游戏装备 不过小妮先后多次妈妈的账号 在拼多多平台上的一家游戏商家处 进行了数十笔消费 共购买了四个高级别游戏账号 金额高达四十万六千余元 发现问题好 小妮家人陆续准备好了 各笔消费的支付记录及相关证据 并向拼多多平台和相应游戏公司进行投诉 希望对方能够将小妮购买游戏账号的资金退回 实际上她年纪很小 购买的那些游戏账号级别都很高 她其实都玩不了 就学介绍 而后经过平台的协调处理 小妮将游戏账号退还给了游戏公司 不过游戏公司只向其退还了三十二万余元的费用 原因在于账号在流转过程中 已经有了价值贬损 这也将影响游戏公司的成本 但小妮家人却并不认可此说法 他们认为小妮本就是未成年人 这种消费是没有法律效率的 最终经过法院的裁定 游戏公司决定再多退还小妮一家四万元 总计三十六万元 以上的案件实际上都是家庭教育失败的典型案例 一旦自己家的孩子出了事 父母都只会把矛盾转移到外界事务上 他们从来不会认识到这些事其实都是孩子的错 加父母的错 还差十天就成年的小王 实际上已经算是一个成年人 打着未成年人的喜好 就可以白嫖装备和服务嘛 但作为看客来说 面对社会事件更应该多一分理智 少一分偏见 娱乐致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 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物 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 在于被轻挑的文化环境 全都被养成了既无知且无畏的 理性文盲而不自知 在这个娱乐致死的年代 希望大家都能成为那个理智的人 如今的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消费诱惑 我们作为成年人更应该引导他们 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 日本小哥背着老婆去女仆咖啡厅 上一秒竟然遇见了自己的老婆 揭秘日本女仆咖啡厅的真实内幕 暴力 打擦边球 宅男天堂 全部是真的 日本综艺节目 总是能给人带来出奇不异的惊喜和乐趣 其中一期 人间观察的整骨环节 就让人捧腹大笑 节目中 妻子福刚丽奈 在女仆咖啡厅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名女仆服务员 这个女仆咖啡厅并非大家想象中的那种 它其实只是主题咖啡店的一种 类似于猫咪主题咖啡店 只不过在这里 服务员会穿上女仆装来为顾客服务 节目组为丽奈精心准备了错觉化妆 从眉形到眼神 再到妆容风格 都进行了大变身 让她看起来与平时截然不同 丽奈还开玩笑说 如果老公没认出自己 回家就要挨打了 又太被朋友带到这家女仆咖啡厅时 一进门就被店员的热烈欢迎吓了一跳 接下来 为她服务的就是她的妻子丽奈 但由于丽奈化着特别的妆 戴着口罩 再加上变化的声音 又太并没有认出她 面对可爱热情的女仆 又太一脸羞涩和开心 甚至在下单前 还被假扮店员的妻子亲切地称呼为 又喵 这让她更加害羞了 当丽奈第二次上菜时 她特意摘下了口罩 然而 又太抬起头后 虽然只用了一瞬间便认出了她 但随即陷入了自我否定 觉得这种巧合太不可思议了 而丽奈则表现得非常专业 面对惊讶的丈夫 她丝毫不慌张 继续扮演着女仆的角色 让又太再次被她的魅力所吸引 不过 当丽奈离开后 又太又开始怀疑起来 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仆 跟丽奈太像了 她甚至开始查询关于 二重生的事情 担心看到长相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是不是意味着丽奈要去世了 这种担忧 让人既觉得好笑 又感到温馨 最后 幕组安排丽奈进行揭秘 她拿出了一张全家福照片 给又太看 当又太看到照片上的一家三口时 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女仆就是她的妻子丽奈 这个整骨环节 既惊险又刺激 但幸运的是 又太回家后 肯定不用跪搓一板了 真的太有意思了 众所周知 在日本女仆咖啡厅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场所 与街边的普通咖啡厅一样 是提供休闲的地方 唯一不同的是 里面有不少穿着女仆装的可爱服务生 会一边叫你主人 一边进行服务 虽然不涉及地下交易 但这样的可爱主题 谁能拒绝得了啊 一进门 便能感受到 那份与众不同的热情 店员们用欢快的语气 齐声喊道 欢迎回家 主人 或公主 这样的称呼 或许会让人误以为 误入了某个特殊的宅男天堂 或是某个神秘的地下场所 但实际上 这里是日本享有盛名的女仆咖啡馆 At Home Café 一个充满梦幻与趣味的世界 女仆咖啡馆 顾名思义 是一个以角色扮演为主题的特色餐厅 在这里 每一位服务人员 都身穿精致的女仆装 他们微笑着 为每一位客人 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 而餐厅内所提供的食物 也同样是精心准备的艺术品 从色彩缤纷的甜点 到造型可爱的餐食 每一道菜品都经过精心装饰 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 特别是那标志性的蛋包饭 上面绘着可爱的兔子 小猫 小狗等图案 仿佛将人们带入了童话世界 每个女仆咖啡馆的菜单 和收费系统都有所不同 有些店铺采用时间收费制 让顾客能够尽情享受 与女仆互动的时光 而在At Home Cafe 则是根据女仆提供的价目表进行收费 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顾客 这家咖啡馆 还贴心地提供了日语 英语 中文和韩语等多个版本的价目表 然而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女仆咖啡馆 给人一种神秘而充满魅力的感觉 但这里的女仆们 却并不是为了谋取暴力而工作的 她们的薪资 与普通服务行业相差无几 她们的热情与专业 完全出于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与执着 入座后 每位顾客都会收到一张特别的 殿下的执照 这张卡片 不仅是顾客身份的象征 还记录着顾客的访问次数 随着访问次数的增加 卡片还会升级为白银和荆棘 让顾客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成就感 点餐时 顾客可以尽情享受女仆们 带来的视觉与听觉盛宴 她们优雅地端着食物走来 而那些可爱的咒语和手势 更是为整个用餐过程 增添了不少乐趣 当女仆们用双手对着饮料 做一个新型符号时 仿佛在为顾客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然而 在女仆咖啡馆就餐时 也有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 为了保护女仆们的隐私和权益 顾客禁止向女仆提供联系方式 或索要女仆的联系方式 同时 聊天过程中 也应避免涉及私人问题 和进行任何不适当的肢体接触 此外 为了尊重女仆们的工作 顾客也不得使用个人相机 或手机拍摄女仆的照片 女仆咖啡馆 这个在日本备受欢迎的餐饮文化现象 背后其实蕴藏着对女仆们 极高的要求与期望 从退役女仆的采访中 可以一窥其究竟 并总结出以下几点关键信息 一 女仆咖啡厅招聘流程 和强化培训计划 女仆咖啡的招聘流程 与一般的餐饮行业 有着显著的不同 为了确保每一位女仆 都能符合店铺的期望与标准 招聘过程可谓严格而精细 通常 招聘过程会经历两个核心环节 小组面试和集中训练 在小组面试中 店长会与应聘者进行深入交流 询问他们为何选择成为女仆 以及对于这份工作的理解与期待 这一环节 旨在筛选出真正热爱女仆文化 愿意为之付出的应聘者 紧接着是集中训练阶段 在这一阶段 女孩们需要按照店铺提供的脚本 熟悉并掌握在营业过程中 需要用到的台词和动作 这不仅包括如何与客人互动 如何提供优质服务 还涉及到 如何在保持专业形象的同时 展现出女仆特有的可爱与魅力 训练结束后 新手女仆们 还需要在职业女仆面前表演剧本 接受前辈们的点评与指导 这一环节 旨在确保每一位新入职的女仆 都能迅速融入团队 为客人提供优质的服务 二 不是所有的女仆都是平等的 值得注意的是 在女仆咖啡的世界里 并非所有的女仆都是平等的 在笑容和开朗的背后 是一套严格的规则 和复杂的等级制度 这些规则与制度 不仅规范了女仆们的行为举止 还体现了 他们在店铺中的地位与身份 一般来说 刚出道的新人 被称为新手女仆 在这个阶段 他们需要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 努力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 经过大约半年的时间 表现出色的新手女仆 会晋升为见习女仆 见习女仆在各方面 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素养 但仍然需要继续 接受培训和指导 而一年后 那些真正优秀的女仆 会升级到高级女仆的地位 等级制度在女仆的制服上 也有着明显的体现 一般来说 越可爱 越复杂的制服 意味着女仆的等级越高 这些制服 不仅是他们身份的象征 也是他们在女仆咖啡世界里 地位的一种体现 而高级女仆 更是店铺的明星与招牌 他们通常拥有更加专业的技能和 更加丰富的经验 能够为客人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此外 高级女仆们 还想有更多的特权与待遇 他们通常有专门的发型师和化妆师 确保在营业期间 始终保持最佳状态 同时 他们也有机会 参与店铺的各种活动和推广 与更多的客人互动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三 女仆的体重管理 严格的标准与不懈的追求 在女仆咖啡馆 这个特殊的餐饮文化中 女孩们不仅是服务员 更是店铺的核心竞争力 因此 对于他们的形体和外貌 店铺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体重管理 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标准 为了确保女仆们 能够保持良好的身材 咖啡馆会定期进行体重审查 这是一个严肃而重要的环节 因为一旦女仆穿不上最大马的制服 就有可能面临被辞退的风险 这种严格的规定 并非出于苛刻或歧视 而是出于对服务质量和客户体验的极致追求 对于女仆们来说 保持体重不仅是一项职业要求 更是一种自我挑战和追求 她们需要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锻炼来保持身材 以符合店铺的标准和客户的期望 同时 这种要求 也促使她们更加注重自己的健康和形象 以展现出最佳的状态 然而 这种严格的管理并非没有争议 一些人认为这是对女孩们身体的束缚和压迫 但更多的人则理解并支持这一规定 毕竟 在女仆咖啡馆 这个特殊的行业中 良好的形象和服务质量 是吸引客户的关键所在 四 客户群体的多样性 跨越年龄与性别的界限 女仆咖啡馆的用户群体 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 无论是年龄还是性别 都有着广泛的分布 首先 从年龄层面来看 女仆咖啡馆 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人群 不仅有年轻的游客和单身男性 还有许多中学生 家庭主妇等不同年龄段的顾客 他们或许出于好奇 或许为了体验不同的文化氛围 都愿意踏入这个 充满梦幻与趣味的世界 其次 从性别角度来看 女仆咖啡馆 也并非男性的专属场所 越来越多的女性 也开始关注 并尝试这种独特的餐饮文化 他们或许是为了 与朋友共度美好时光 或许是为了体验不同的服务方式 都愿意来到这个 充满惊喜与感动的空间 然而 但仍有部分人对他存在误解和偏见 一些人会将女仆咖啡馆 与性产业混为一谈 认为在这里 可以随意触碰女仆们的身体 或要求她们 提供私人联系方式 这种行为 不仅侵犯了女仆们的权益和尊严 也严重破坏了 女仆咖啡馆的良好氛围和形象